我倒是要跟北京方面講一句話 以去用假資訊來混淆香港人民的視聽 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 誠意地坐下來溝通 尋求一個解決方案 香港新聞的部分 Twitter 還有臉書封鎖了 中國官方主導了數十萬個帳號 傳播假信息這件事 已經是大家共同關切的事情 很多國家都受到這樣的傾擾 社群媒體都開始做一些工作 來防止假信息的傳播 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倒是要跟北京方面講一句話 以去用假資訊來混淆香港人民的視聽 倒不如跟香港人民真正好好的 誠意地坐下來溝通 尋求一個解決方案 詞曲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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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宗盛